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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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对文化的理解 包括他的古文的功底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对他的最大的欣赏是他对社会的关注 文川大地震之后 投入到后期的建设当中 并且帮助当地的一些村民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去改善他们的文化生活相当多 后来也因此就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这个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在嘴上说说 文章说说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沉到社会的最底层 去了解 真正地了解这个社会 然后从了解过程当中来分析自己 这个社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这点的话就实际上就跟今天的题目 非常的契合 文学者 写作者 包括批评者 他本身他也需要一个实践 实践的过程当中还要继续地观察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 从践行到见证 践行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就是在2008年文川大地震之后 他所参与的社会的一些活动 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这个就是践行 后来作为一个观察者或者说见证者 实际上又提到一个很更高的一个层次 我不只是在做 而且在观察 我要提出我的见解 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 就是请野福先生谈谈 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十年 在他开场之前 我请他对两个概念做出一个解释 一个什么叫自由作家 为什么讲十年 现在大家用掌声来欢迎他 作为解释 先回答杜品兄的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都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作家 或者说 我甚至不用作家这个时候 我叫自由写作者 我出国的时候 唯一印过一张名片 就叫自由写作者 我给他赋予的一个 自我的定义是 首先自由是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立场 或者说 我信奉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理念的一个作家 一个写作者 第二呢 我是一个完全在体制外生活的 完全不依附于 既不依附于体制 也不依附于国内外 任何一个组织 或者一个基金会 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只属于自己 为自己写作 靠自己的写作生活的人 关于自由作家这个定义 我给自己的 就是这样一种定义 还有第三个就是 我的写作完全不考虑 没有任何戒律 就是说 我从来没 在我写任何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从来没去想 它会不会发表 会不会出版 对我来说 我心里这么想的 我想说什么 我想表达什么 我都完全自由尽兴地去表达 至于说 在这个时代能不能出版 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相信好的东西 一定可以 藏租名山带之来世 所以关于自由写作者的这个定义 我是这么给自己定义的 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的是 我这样一个自由写作者的十年 今天真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今天刚好是我五十六岁的生日 谢谢 这完全是一个巧合 这完全是一个巧合 江云兄的邀请我 安排我在今天做这样一个讲座 我今年五十六岁 也就是说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 我这十年 十年前 我四十六岁的时候 我四十六岁的时候 还很少被人知道 虽然我 虽然我在八十年代 也算是湖北的一个诗人 虽然也是五大作家班毕业的 但是在我四十六岁以前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知道我是一个写作者 那个时候 就说 还没有出任何一本书 我到四十六岁的时候 一本书都还没出版过 四十六岁的时候 我还穷得叮当响 就是没有职业 没有那个房屋 没有家庭 还有犯罪记录 就是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六岁那一年 中国发生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五一二 文川大地震 正好在那个地震之前 十天 我到了四川的重灾区 我去本事是去 做一个社会调查 结果在那个地方 遭遇了大地震 而且我所在的地区 也是重灾区 地震的 那种真正的产象 我是亲历者 我也是见证者 我距离地震最重的 一个震叫汉旺震 大家凡是知道 十年前那场大地震 就知道汉旺震 是一个像被园子 轰炸了的一个工业小镇 我住的地方 距离他那儿 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因为那场灾难 太来得太突然 也太惨烈 我作为一个 本来是做农村 调查的一个写作者 而且是我自己兴趣的 不是被安排的 按说我应该很快地 撤离出灾区 因为那个还会有 余症 还会有各种 瘟疫的可能 很多人都是 纷纷地逃亡 我当时选择了 留下来 我觉得我应该 就像历史给我 选择了一个 特别巧的 一个在场的机会 我既然与这场灾难 无期而遇 我就应该记录下这一切 于是我选择留下来 在我所在的那个县里面 帮助他们一起 参与抗震救灾 参与灾后重建 那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46岁的我 是一个 两个大学的毕业生 是一个曾经 在体制内的核心部门 工作过的人 是一个经历了辞职 经历了如狱 行满时放 然后自己完全 又经历了当书商 做出版等等这些 各种稀奇八怪的命运之后 但是我依旧还是一个 46岁的我 依旧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我依旧认为 我的祖国是需要改良的 是还有改良的机会和可能的 我愿意以一个 我们说一介不一之声 去精神参与这场改良主义运动 那个时候 正好是 原来那个时候 他的新闻说法叫 胡温新政的时候 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 改良主义的倾向 还存在 至少 总理温家宝还不断地在提 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话题 至少 胡锦涛总书记还在提 科学发展观 提不折腾 这样一些在我们民间看来 比较人性化的话题 所以说我 我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 我愿意去参与这样 尤其在一场大灾难之后 无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也好 还是出于人本主义的角度也好 我愿意 贡献自己的一点心力 那么我当时在灾区 从物质上面来说 我完全以个人的能力 去回北京 募集了将近两百万现金 几百万物质 运到了我所在的那个灾区县 交给了他们 缓解那个县的一时之急 因为这点钱粮 对一个县几十万民众来说 九牛一毛 但是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 撩住 五米之吹 那这个 从物质上的救济显然 不是我们社会上的 个人的力量 所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里面 起到的真正作用是 当时我跟 该县的整个领导班子都是 一方面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是和他们成了 私人 私交很好的朋友 他们很愿意 物质包含以下这样一些东西 矿泉水 饼干 牛奶 方便面 大约就是这样一些 但是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分到各个村 以及村下面的小组的时候 在整个分配过程中 会发生无穷无尽的纠纷 每一家的房屋 虽然都在中栽区 并不是所有的房屋 都倒塌了 并不是所有的房屋 都成为微房了 有的房屋还好 有的家庭毫发无损 有的家庭房屋倒塌 什么家具都埋葬了 那所谓救灾是 按照灾情来分配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的村民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 几乎99%的 都会要求绝对平均主义 100斤米运到了 那我们有100户人 那一家必须一进 哪怕我家 一点都没受灾 这是我们真实的国民数字 那为了真这样一种平均的话 就会无穷无尽地吵架 打架 甚至打死人 就在我的调查的 搞社会调查这个险 为真旧在屋子打死人 那显然就是一场灾难 更加深刻地暴露了 我们农民也好 我们村民也好 我们国民也好 我们的各种乐根性 那但是我跟县委他们 出了两个主意 一个主意是 就是我想传统中国社会 维持乡村的道统的 不是电视广播报纸 因为在遥远的古代社会 并没有这些 让老百姓知道 什么叫羞耻 什么叫善恶的 是传统的民间艺人 说古的 唱语古的 各种取艺人 各种讲评书的人 他们在传统的乡村社会 是这样一些人 编导无数个古代的故事 告诉大家 什么叫善良的 什么叫恶的 什么叫可耻的 那我说我们不妨也 在这个时 我相信 在民国的时候 曾经有一批知识文字 搞乡村建设 也搞过乡村戏剧运动 我说我想来做一个实验 来承细 民国知识文字的一些作为 我们也来搞一次乡村戏剧实验 于是我来培训农民 写独木剧 自己写自己编 用方言讲自己身边 就灾后发生了各种 离谱的事 然后自己一演 然后由线电视台 我来教他们 怎么导 怎么拍摄 怎么剪辑 然后就在线电视台播放 一集讲一个故事 我果然成立了一个 几十个农民的 这样一个小队 带着他们做这样一种 小型的 小规模的戏剧实验 因为他们讲的都是 灾后的 各家各府发生的 各种 有趣的事情也好 可恶的事情也好 又是用方言自己演 在自己电视台播出过后 一下子在那段时间 每个晚上 全现老百姓 哪怕坐在帐篷里面看电视 他已经 不 不 不看 对 对新闻联播都没有兴趣了 就看这个 叫 我们统一叫 罗江故事 一集一集的讲 因为他们 觉得这个亲切 这个讲的这些 哪种人是可耻的 哪种人是可战的 他们从中 潜移默化的 获得了这种教育 这个农民剧组 的出现 也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 这是今天回头看 好玩的是 这个罗江故事 系列一路拍下去 我要求 连县领导都参加 农民写到县委书记那里 县委书记就自己去演自己 写到县长了 县长自己去演自己 大家都很配合我 那书记县长都愿意 配合的话 写各个科局长 全部每个人都来自己演自己 后来 参加国际传媒大会 我们随便拿来 其中一集故事去 获得了特等奖 意外的 这是我做的一个文化实验 就是在乡村戏剧 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乡村 借用现在的一些技术手段 来重新 修复我们乡村社会的道通 这个实验呢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县 他们竟然还坚持了很多年 可能到现在为止 他们做了二三四个故事 至于现在还有没有做下去 我就不太了解了 这是一个文化实验 第二个实验呢是 乡村自治实验 我们如果对中国社会 政治有所了解的话 那大家知道 我们的所谓的 海选 直选 直到村一集 就是说 村长 全国各地的村长 是必须直选 海选的 就是说我们的 但是这个选举 实际是一种 实际多数情况下 是走来一个形式 但是有这样一个形式 已经很重要了 这是民政部的 在十几年前才推出来的 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村主任 一个村的主任 必须 就我们说的村长 必须海选 当然这个海选的实际情况是 哪个村的主任都会 正政府 正党委 要一定程度地支持他 说完全冒出一个农村青年 说我要选村主任 而得不到基层政府的 一定程度的默许和认可的话 他的竞选 基本不太会成功 这是一个现实 那么村里面的 治理结构叫村梁委 就是村委书记 村委主任 书记和主任 书记也是不能选的 因为书记是党 在基层的组织代表 那是必须由政党委 指定的 任命的 农民是没有权利 去选一个党的 哪怕是基层的书记的 但他可以选主任 那么在一个村里面 在地震的那个年代 管理一个村 叫两个半人 就书记一个 主任一个 还有半个叫复联主任 就享受政府的 今天不叫工资的 就这两个半人 但是两个半人 要管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通常 下面有十个小组 每个小组通常有 八九十户人 也就是说 两个半人要管 接近一千户人的话 这平常 太平盛世没问题 因为乡村现在 已经没有派捐派税的 强行征收那些事了 平时没有太多 他们需要他们管的事 但是一旦到了一个 大地震灾难的时候 两个半人 根本无法管理这件事情 因为太忙了 光这两个半人 要把全国隔地 发来分到县里面 县里面分到隔个镇 镇里面分到隔个村 光把这些物质 从上面一点一点 搬回村子里面 再分下分到隔个小组 基本都不太可能 光完成这个任务都不可能 还不要说隔个乡村矛盾 那因此 涉及到救灾物质的事 每个老百姓 最敏感的一件事情 那每个老百姓 都会在那一刻 怀疑这村 村梁尾 这几个人 你会不会给你的 三七六七分得多了 给我们分少了 你在中间 搞没搞阴谋轨迹 因此村梁尾成了 基层矛盾的焦点 成了老百姓 随时要打要杀的对象 那这个基层民主 又是选上来的主任 依旧不被村民所信任 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 大陆中国人总爱说 我们的农民素质不高 他们是不配搞民主的 他们一定要搞 要用专制的手段来管理 那我是一个 特别热衷于 做社会实践的人 就是我想证明一下 农民到底有没有自治的能力 于是我跟常委会上 我提了一个建议 我说 因为当时全县的各个村矛盾 都急剧恶劣 我说你们 哪一个村子来给我做实验 我们不违背现行的 一切的 你们的法律法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来做个实验 看能不能解决乡村矛盾 他们说好啊 你做实验吧 那我说 在这个村两委 这两个半人 就是书记主任加复联主任 这两个半人 只作为 村里面公共事务的 召集者和执行者 而不能作为决策者 那谁来做决策者呢 我说 村里面十个小组 每个小组选两个议员 我们叫农民议员 村民议员 每一个议员要定向代表 你这个小组 因为通常一个小组 就是过去的小队 这个概念 小队往往 比如说张姓是大姓 李姓是大姓 一个小组 他不会有太多的 百家姓 总之 每个小组选出来 这两个人 你们是能够代表 你们这个小组 说话的 你们在这个小组 是有公信力的 你们做出的决定 你们的本小组 是必须要服从的 好 用这个办法 十个小组 选出二十个议员 村民议员 我们特意为他们 制作一个议员证 让农民有当议员的 有个议员证 他的感觉不一样 他有自豪感 然后由这二十个议员 来参加村里面 每一个重大事物的决策 一批物质来了 石车物质 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帐篷 有手电 有发电机 有食品 有水 有的值钱 有的不值钱 你让那村委书记和村长来分 那又打得一套不足 让二十个议员 开会来分 很容易就分得 服服帖帖 每家每户满意 再也不会爆发矛盾 那他们做出 只做出决定 就怎么分配的决定 执行 由村阳委 在负责人去执行 第一 召集 他们是召集人 说 各主的议员来开会 因为又有一个什么事情 需要我们讨论了 比如说 国家规定的 十元钱 一斤粮 就每个灾民 每天的补助 是十元钱 一斤粮 这个 你们今天 作为都市人 听起来 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乡村社会 这是个天大的事情 谁配拿着十元钱 和一斤粮 和谁不配 拿着十元钱 一斤粮 这是很难 核定的一件事情 他家房屋 全部倒了 那他 他家每个人都可以 拿这个无话可说 他家房屋 完全没倒 也无话可说 他家房屋 掉了几片瓦的 可不可以拿这个不住 他家的房屋 裂了一条缝的 可不可以拿这个 这对乡村社会来说 都是要命的问题 那我 还有更复杂 我这简单句 光这个十元钱 一斤粮 可以讲出 一整天的故事来 那 有了议员来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议员 都是村民 对本村的 实际情况 每家受债的情况 比你任何一个部门都清楚 由他们来决定 哪家补 哪家不补 没有任何问题 那 他们做出的决策 村两位 在那执行就完了 当我这个村子 做了过后 一下子获得成功了 这个村子里面 没有矛盾了 那村民议员呢 他要为公共社会 服务 他要多开会啊 他要多开会 他就要少做 家里的农 我们说责任田的劳动 他少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不是募集了 一两百万现金吗 我来跟他们发 务工费 你耽误了别人的工作 务工费 来 开一次会 发一百块钱 高兴得很 对他来说 是个意外收入 他又参与了 村里面的公共事务 这个务工费 对我们来说 很容易就可以 给他们 就像你香港的议员 或者立法委员 也有另外的工资 一样的道理 你应该给农民 这点补助 好 这就又回到一个问题 农民 二十个议员会开会吗 你作为一个 英国美国的议员 他可能都吵得一塌糊涂 我们老爱嘲笑 台湾的立法委员打架 那中国农民会开会吗 肯定不会开会 哪怕是五位 十元钱一斤两 这二十个议员 也会 打得一塌糊涂 怎么办 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国际上著名的这个书 罗伯特意识规则 罗伯特意识规则 是针对 一个成熟的 文明的社会 制造出来的 这样的规律 讲得太复杂 中国农民听不懂 听不懂怎么办 不讲那么多 我们搞 罗伯特意识规则的 速成的十九条 只抽出十九条来 这十九条 你用最简单的汉语 把它编成一个小手册 对这二十个人 进行一天培训 都会开会了 因为这个不复杂 比如说 要求 争论的双方 不许面对面争论 只针对主持人 争论 因为主持者是谁 书记主任 召集者 纯良卫是召集者 召集者 不发表意见 只召集会 就像我们两个在这 你们两边争论 但你们两边争论 不能面对面争论 你们只能争论 我们争论 你们面对面争论 你们就要吵架 你们向我们 争论就叫 你们陈述 农民 你把这个规矩 给他宣定了 他懂 他怎么不懂呢 更何况 今天的农民 纯文盲是极少的了 这个年代的农民 都是 基本结束过 少盲教育的 你把罗伯特意识规则 编得最简单的 十九条 速成培训 全部都懂了 议员会开会了 他就会决策事务了 他决策事务了 就不会有矛盾了 所有的村民的矛盾 在他们议员之间都化解了 他不会变成 对你最基层的这一级 村组织 党的组织的矛盾 你不就化解了 官民矛盾了吗 做了过后 这个村子获得了成功 立马 权限着其他的乡镇 都来学习 一学就会 每个乡镇都回到自己 村子里面 都用这一套办法 来搞 一下整个县里面 就成了 从最危机四伏的一个县 变成了一个 灾后重建的先进县 为什么说它最危机的一个县呢 地震第九天的时候 这个县爆发了 整个四川灾区的第一场 万人骚乱 整个县城万人骚乱 砸警车 县委书记都差点被打伤 公安局长 县长都被打伤 在当年的灾区第九天的时候 整个充满着各个种恐慌的时候 一把火可能点燃整个全神 而这把火既然在这个县里面爆发了 那个故事很复杂 我就不在这儿单独讲那个故事 从这样一个最危机四伏的县 县委书记关帽子的差点搞丢了的县 最后变成了 灾后重建 一切井然有序的一个县 这是我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 做出的第一个 践行的实验 从文化实验 到村民自治实验 这没有问题啊 好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不是 不是救灾了几天两天 就离开了这个县 我在这个县里面前后待了 三四年时间 然后呢 当这个村一级村民自治 做到了一个比较成熟 大家都很认可的时候 我决定 我们再向前一步试一下 我把余建荣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 农村基层那个 农村基层那个 秩序 稳定研究室主任 余建荣大学者 也是我的朋友 我把余建荣先生请到了这个县 我想让 那会正式余建荣 就是 最 最能获得体制内外 接受和好评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 政府部门 都邀请余建荣去讲课 那么我把余建荣请到这个县 给 全县的干部 全县的所有 就是妇科以上的干部 那一个县里面妇科以上干部 也是几百人 讲了一堂口 余建荣的 当然他的政治理念 改革理念 社会理念和我 我自己知道是一致的 我们都希望这个社会 用最小的代价 完成它的 改良 完成它的转型 这是我们的这一代人 我们六年后这一代人的 基本 政治理想 那余建荣在这儿来的演讲 在这个县的演讲 可以说一下子深入关系 不是深入民心的 老百姓还没机会听 深入关系 所有的官员都觉得 余建荣讲得挺好的 所有的精神官员 其实心里 对自己体制的弊端 比外人清楚得多 比老百姓清楚得多 当余建荣讲完了 获得了大家一致好评 然后 我和余建荣 来策划 策划一个方案 做什么呢 大陆不是有人大代表吗 但是我们大陆的人大代表 没有一个是专职的 诸位年龄大的 或者对中国社会有了解的 应该知道 大学生可能不知道 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 每年开两会的时候去一下 平时该忙啥忙啥 既没有办公室 也没有工资 也不承担责任 只有去两会开会的义务 那我们人大代表 不可能像香港的议员这样的 专职完全的专职化 那我们能不能搞部分的专职化实验呢 一个乡镇 有几十个人大代表 我们说的县人大代表这一集 每个乡镇 一个县十个乡镇 每个乡镇 有二三十个人大代表 参加全县的人大代表会议 那这里面每个乡镇 能不能先选两个人大代表 做专职人大代表 我们跟县委整个常委班子 探讨这件事情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大代表法 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定 说不许这样做 罚无禁止 那我就可以实验了 县委 四大班子一听 也觉得有道理 也觉得有道理 觉得有道理 那么我和建荣就到北京请了 全部是体制内的学者 除我一个人是体制外的身份以外 其他的全部是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 都是社科院的 全部是体制内的学者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全部是体制内研究体改的 研究体制改革的 研究政改的 这一批学者 他们在体制内 他们在体制内长期研究这个 也长期知道 哪些事情是合法的 哪些事情是不合法的 他们也想一点点 让中国社会 一点点的有所突破 有所前进 有所改革 于是大家 听说有一个县 愿意做这个实验 因为在中国 你很难找到一个县的 一个 集成组织 愿意承担任何改革的风险 我们是宁可不做事 绝不敢承担任何一点 改革的风险的 那么我能跟他们找来一个县 做这样一次实验 这些学者也都很高兴 于是涉及了一整套 关于县级人大代表 部分专者化的实验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方案 整个方案没有突破县性 法律法规 那么对基层 不构成任何风险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常委 接到北京去 在社科院 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 专门做了PPT一点点演示 这个人大代表专制化 我们都做出图来让他们看 怎么个做法 这些人大代表 具体到给他们办公室 选出来的人大代表 在他任期之内 享受政客待遇 由财政给这笔工资 因为有可能选出来是个农民 也可能选出来是一个商人 商人做专政代表 他的公司不能 在他任职前 他不能开他的公司了 那你得给他生活费 所有的这些做了 然后我们规定 这件事情在我们先低调地做一年 在这一年期间 不要接受任何采访和报道 就悄悄地做 做了一年过后 我们再请新华社内参 人民日报内参 这两个内参室的记者 到这儿来 完全自由地 私密地去调查 究竟效果好不好 效果好坏 都有这两个内参室的记者 把它写成内参报告 内参报告是 大家知道直接政治局以上 都要看的 那到时候 再来看 他们的态度 于是 县里面 达成 常委会达成一字 就是写进常委会议 会议纪要的 就是集体通过来的 做这件事情 于是请罗密鼓的就开始了 开始了 才几个月 才几个月很成功 老百姓反映极好 就是 你想每个乡镇 有两个专制代表 有他专制办公室 所有的上访的农民 不用去找政府了 都去找这两个人大代表了 这两个人大代表 拿着政府的科技待遇 他必须每天去收集民意了 他必须每天去找 县长书记反映问题了 这是对基层政权 太好的一件事情 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还是低调地进行 然后四川日报 党报 四川第一党报 一个记者 去采访该这个县的另外一个 好故事 完全不知道这个县在搞这个实验 但采访另外一个故事 听说了这件事情 而且听老百姓说很有意思 于是就找县委书记了解 县委书记一高兴 就把事讲给四川 日报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一听 这个意义 这件事情意义太大了 现在媒体人也是非常敏感的 也知道这是 这实际上是在 巧动中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 一个重要一步 马上下去采访 采访 各方反应 效果极好 于是回到四川日报 就写了一篇通讯 正面报道 这个县的人大代表专制化 这个消息一出来 全国各地一大批敏感的 就在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 所有敏感的媒体 几十家媒体 立马都赶到 这个县来采访 都是正面报道 然后 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 怕来跟县委书记 节目炉制好了 也是正面 因为都是先调查好了 确实做得好 而且都意识到 这是中国改革的 到现在一个局面 层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步 这一步一旦 巧开的话 这个社会的这种 温和的转型 至少是有望的 就在中央电视台 那个定的播出时间 比如说是今天晚上八点 结果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接到 上面的电话 把这一期节目 拿下 不许播 这就意味着这件事情 做不下去了 紧接着 全国人大常委会 直接打电话到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责令 责令刘其宝 派出调查组 到该县去调查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怎么 这个县怎么搞这么一场事 然后 紧急叫停这件事 就 该县不许再做这件事 马上停止 已经选出了 那两个专制人大代表 先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办公室撤销 先也 也不处分 先调查 好在四川省 区的调查组 确实调查了 确实 把来龙去脉 说清楚了 第一 全部是体制内的学者 做的这个方案 第二 没有突破 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第三 老百姓和基层官员 一片较好 没有任何副作用 那因此 不能追究 县委常委任何人的责任 但是这件事情 不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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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愚乏无据呀 你为什么不许下面干了 你愚乏无据 于是紧急修改 全国人大代表法 修改的两条 就是针对我们这场改革来的 直接把那两个漏洞给你堵死 以后谁也再也不能搞这个实验 很好玩的时候 很好玩的事情是 这个县委书记 被评委了 被什么新浪网啊 当年的十大媒体评委了 当年的十大改革人物 但是一个悲剧性的改革人物 就这样停下来 我在这个县里面 进出几年 跟老百姓 跟官员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也做了这样的文化实验 村民自治实验 以及基层政改实验 这就是我一个写作者 参与做践行者的 一点点事情 这几年给我留下了这样一本书 叫 大地生营 副标题叫 中国基层政权 运作现状的观察与优势 是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的 在今天的那个 书展现场的一楼 A32摊位 还有销售 大家有兴趣 了解这本书的话 去看看 这就是我在这个县里面做的 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 田野调查报告节 这本书 谈到这本书 我顺便讲一下 今年是地震的十年 第十年了 这本从地震发生那一刻 开始写的书 其实在大陆 其中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独立成篇的 每一篇文章都在大陆的 很好的杂志上面发表过的 然后大陆三年书店 著名的编辑 叫吴斌 就是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 吴祖光的子女 专门约了这个书稿 要在三年书店出版 三年书店给我签了一个 很重要的合同 就是作为三年书店的 重点书推出 给了很好的条件 因为三年书店 出书是很保守的一家主办事 基本 开机都三千册 五千册一印的 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然后他们签了这个书过后 吴斌的原话说的是 比所有写 搞三农研究 农村农业农民研究的学者 比所有三农学者写的 关于农村的书 都能让人看得懂 都能让人读得进去的一本书 然后很好玩的是 这个书 副主编审 主编审 都说好 社长有亲自行审 也说好 没有任何问题 社长又要求 我所在的这个县的 必须开出证明 证明我写的是真实的 而且是得到了地方党政认可的 于是这个县 又给了我盖拉印 写了专门的审稿报告 而且是坚决支持这本书 在中国出版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社长还是不放心 说因为三年书练属于 中国出版集团 所以交给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集团又审稿 审稿也认为这个书 书稿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依旧不愿承担 一点点风险 说建议请当代中国研究室 审稿 这个当代中国研究室 属于社科院下面 当年邓丽群成立的一个 很左的一个研究室 凡是研究当代中国的 文章啊 学术报告啊 当没有各个单位院 没有任何一个战线院审的时候 就交给他们审 交给他们审的基本都枪别 后来三年书练一想 与其交给他们审 直接判死刑 还不如把这个书稿 先压下来 放着 一放就放到了 十年后的今天 十年后今天 我这个书的大鲁板 依旧没有出 这是一本书和一个人的命运 那 有了这样一场 社会实践 作为一个践行者 留下了这样一本书 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已经深感安慰 虽有遗憾 但是 真正让我 真正让我感到心寒的是 自这个 人大代表专制化教廷之后 自我的这本书 不能出版之后 我彻底地放弃了 做一个践行者的知识分子 我不再参与 任何的 这些社会实践活动 我重新又 说回了我的书 书在里面 而且在这个 文川地震之后 在我做这些乡村调查的 以及 各种社会实践 以及我的这些写作的过程中间 我从一个 不为人知的 小写作者 忽然变成了一个 被很多人关心的人 体制内外的关心 我有了 突然有了很多很多的读者 我突然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 这些荣誉全部来自于 民间 而不是体制 我忽然的 莫名其妙地 连续几年成为了 我也不知道 是哪些 平的每年有一个 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的 名单 我连续几年 忽然上了这个名单 也忽然 因为这些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人 忽然我变成了一个 不能出版新书的人 又变成了一个 不能连续几年 不能出境的人 去年的这个书展 也邀请过我 拖来一年 今年我终于成功地来了 就是 我永远生活在这样一个 不确定之中 我 即便我已经 不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我已经躲回了书宅里面 我 我变成了一个 我说 我就做一个见证者吧 我就隔岸关火 我来看一看 这个时代究竟 向何处去 比如说 在 在博 博的重庆时代 我是最早的 在他 在他如火如荼的年代 在他只手可热的年代 我们是冲在最前面的 对他的批评 当另外一批中国 写作者 拿着他 重庆政府付出的 账款 在那儿激烈地吹捧 重庆 模式的时候 是我们这样一些 闲散的 没有任何权利的 写作者 在那儿天天地批评着他 重庆模式 我们 批评的后果是 我们自己顶着天大的压力 但是终于看见了 重庆模式的 垮台 那 我很乐意 很多人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跟我打赌 说 薄熙来一定要入场 我说他绝对入不了 他不是入场的问题 可能 可能会有更大的失败 等着他 我们说不幸的 互相赌一桌酒 我赢了将近十桌酒 那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难道真正的 有算命的能力吗 没有 是基于我们对历史的 学习 对历史的思考 对眼前历史的 一个基本判断 历史一定会有 回旋的时候 它螺旋式的前进吧 它一定有 偶尔的倒退 偶尔的打转 打旋 停止 不前 等等都有 但历史的大方向 它一定是 大江流日夜 鼻径指向东 当我做一个历史的 旁观者 我一点点来 见证这一 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 国家 来见证它的 各种稀奇八怪的变化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 它也是一件 赏心乐视 但是 另一方面 比如说 我也内心感到悲凉 这个时代 按说 应该是 多一些像我这样的 改良主义者更好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 走得更平稳 一天天走向文明 付出最小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 官民双方都付出 最小的代价 但是 连我这样一个 善意的 好心的 甚至 我还出生于一个 基层红二代 我也还是 我的父辈 甚至祖辈都有党员 共产党员 连我们这样一些人 都一点一点地 开始说回 书在做一个 冷眼旁观者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凉 我这十年来的 除开写的 除开 这儿只摆了我的 几本书 这个是 去年我出版的 这是我作为一个 见证者的一本书 叫 活着为了见证 前面这个是 践行者的这本书 这是更早的一个散文集 这两本书 大地声音和 活着为了见证 代表了 我的这两个极端吧 就是从一个 践行者的记录 到一个 见证者的记录 我曾经梦想 就是做一个践行者 像我们的前辈之孙子 艳阳初啊 梁树明那样 能够真正为 中国的乡村建设 做一些实事 但是现在 不得不做一个旁观者 旁观者也有 旁观者的乐趣 因为旁观者的乐趣 在于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了 或者是 黄河楼上看帆船 各种乐趣都有 但是 我永远心怀善意地 行走在大地上 我所到之处 都是 我的同道和朋友 我自信五道不孤 我自信 五族 十几亿人 终将走出 历史的山下 终将 与人类文明 汇成汪洋大海 我今天的 这个主题 演讲 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 杜平兄 交给您 稍等 生日快乐 太感谢了 大家好 我是亚洲周刊的 袁伟静 然后 野福老师是我们 名作家讲座系列的 第一位来宾 然后我们其实邀请了他两年 去年他是有一些 有一些室友 所以不能成型 所以今年特别高兴 野福老师 终于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 来我们的第一场讲座 第二场讲座 第一天 然后刚刚也是 在讲座的时候 我们才得知 今天是野福老师的生日 所以马上 郭子仁就去买了 这个蛋糕 对 所以我希望 今天现场的观众 能够一起 祝野福老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伟经理太用心了 我刚才觉得准备是讲 就是说这个野福先生 刚刚最后一个字落地以后 应该此处应该有更加热烈的掌声 觉得就是 从一开始谈的时候 就是悄悄地进入了一个 我们大家都非常 比较陌生的 但是又非常接地气的 那个环境里面 就到最后让我们又开始感动 这个过程是一个 就像一个写小说的过程是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开始的时候 你谈得就是非常的细微之处 而且它好像比较陌生 然后谈了谈了谈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境界 到最后又让人感到很感动 这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 而且是没有经过任何一个 雕琢的那种过程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发展 它的观察就是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发展 我个人感觉到是这样的 首先从一开始的时候 开展白讲到 就是说我非常欣赏 非常尊重那些 这个终于实践的知识分子 当然他后来所做的事情 虽然停止了 虽然没有做下去 这个你们感觉到莫名其妙 这是中国社会本身发展的一个 刚才你总结了 它有一个螺旋性发展的一个过程 所以还是 虽然感到很失望 但是还是抱着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期待 将来总有一天会有 一个好的一个进展 另外我觉得最感动的 就在于就是 野福先生是一个 非常有深切的 家国情怀的人 很多人把他列为 什么自由知识分子 刚才他自己也认为 是自由知识分子 我觉得呢 一方面他有他的政治含义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 自由知识分子是 没有工资的那种自由知识分子 自己赚钱 自己读稿 就自由生活这样子 但是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 体制外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往往 要么在体制之外 或者是在国境之外 的中国人 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 对这个家国情怀的感受 更加深刻一点 更加深沉一点 我从这个 刚才您的演讲里面 其实有个非常深的感受 当中确实也给我感到一种 心灵的那种震颤 下面呢 我们想就是在 借用这样一个时间 大家可能有一些问题 请问野夫先生 因为从这个谈话当中 大家估计可能对他的了解 更加深入一点 我们现在就开放给大家 有提问 张老师生日快乐 我是来自内地的青年 然后首先对您说一声抱歉 因为第一次读到您的相关何处 其实是在 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是拿电子书 是一个盗版书读的 但是回到国内之后 就买了您的书 而且我很希望您一会儿 可以帮我签名 这一个私下的请求 然后呢 刚刚听到您的 关于十年的一个 讲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十年在您的作品里 也是一个个一个的节点 那么今天可能在座的有 像我一样来自内地的青年 也有很多香港本地的青年 我想您能不能对我们 内地的青年 说一些寄予 我们对我们的国家 以及我们未来的十年 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可以做什么 谢谢 我以前来香港 也接触了香港的大学 很多大学的 他们共同成立读书会 邀请我的讲座 也接触了很多 在这儿读书的内地青年 以及本土青年 我想说的 或者说能说的是 我认为首先是读书 今天我给 陪同我的那个 做秘书的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一个学生 也是来自于内地 我跟他说的 他陪我看书 我说你们这几天 抓紧时间读这些书 在书站上 我一边指责 哪些书哪些书 告诉他 你大学四年 你必须读这些书 我说你不读动物庄园 不读1984 你是无法了解 我们现在的 一些国家形态的 我说你们所处在 这样一个城市 还好 还有这么多书 可以读到 在内地大学生 接触到这些书 都很困难 现在要带进去一本 都很困难 所以说第一 多读书 抓紧这个事情 第二 其实 在有些大时代面前 人力 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有时 真是历史是 抗一个事 形式的事 所转变的 古人说的 非人力 来天数 因此 我对年轻人 我很多时候演讲的时候 人们问同样的问题 其实我只说 人在这个时代 只需要 彼此传递 一句真话 就可以了 我们是 做一个不说假话的人 一定坚持说真话 彼此传递真话 彼此敢说真相 彼此敢倾诉真情 你已经为这个时代 做了很多的贡献了 别的不敢要求 人我从不主张人去做 圣人英雄 圣人英雄是 只能 只能自己赋予自己 不能任何人去期许别人 谢谢你 再补充一下 刚才你提到 签名的问题 外面会有 这个野夫老师的书 买完了以后 这边 应该在这边 我们排队签名到时候 会安排一些时间 那下面还有 谁愿意听问题 野夫老师你好 谢谢你的演讲 就是想问一下 因为知道你之前 就是有关于六四 那个时候 你也是对学生 有继续同情的 那最近留下 他终于可以 就是离开中国 你对这个事件 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你 关于那件历史 其实我不需要在这儿多说 因为每一个在香港 读书的孩子 我想都比 内地人更清楚 这个历史 至于你提到的 这位女士 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的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对她的能够出来 养病 为她感到高兴 只能说到这儿 那有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 时间的问题是吧 好 那个最后一个问题 那位 对 因为我知道您回到 湖北历川去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未老莫还乡 还乡虚断肠 是不是因为 断肠而回乡 另外第二个问题呢 是您在历川 会有其他的 有没有一些乡土 或者说田野 工作的这个打算 进行另一番的践行 在现行的框架下 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可能是私人问题 您可以 不需要回答 可以回答 可以回答 事无不可对人言 这是我一向的 为人准则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可以对人说的 回到故乡 确实是 某种程度上的被迫 在此之前 我在云南大理 生活了十一年 十一年 我为大理 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大理官民都承认 但是又因为 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 我在大理的自由越来越少 活动空间越来越窄 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 虽然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但是相对而言 毕竟我在家乡 现在的 现在在家乡 一切工干的人 几乎都是我的 平辈或者晚辈了 他们会至少 我们土家族人 重感情 他们至少会对我 客气很多 至于在家乡 会不会做什么 社会实践 再做一个践行者 我觉得 眼前好像 既无这个条件 也没有这种心情 或者说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也有些懒得管事实了 我唯一想在家乡说的 我把我所有的长书 从各地都运回去了 这些书 我也 我也 不会留给孩子继承 他们也无心继承 我会把这些 所有的长书 我一生的 藏下来的这些东西 留给 捐给地方上 我希望 为我的家乡 那个偏僻的 遥远的 依旧贫困的 一个少数民族县 留下一脉书香 希望我的 以及我的朋友的 子生后代 还能够 读到一些 他们读不到的书 仅此而已 谢谢 因为时间快差不多 所以就是 这是刚才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个我们 非常感谢 野福先生 给我们 实际上上了一堂课 就是得到 就是对中国的 基层的现实 最低层的现实 就是做了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当然也很感谢他 分享了那么多的一些 个人的智慧 或者这个社会的一些见解 同时我们也感谢 主办方亚洲周刊 这个做出了那么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刚才 临时 给野福老师 送的蛋糕 然后也感谢各位 在今天这个下雨的时候 也赶来 聆听 野福先生的讲座 谢谢大家 感谢杜平兄来主持 确实在这样一个 暴雨的夏天 感谢大家来捧场 因为今天是 英历六月初六 我每年都是过这一天 我是英历六月初六 这一天出生的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 农历六月初六是 在民间它还有一个节 它还有一个 四个节日 四个什么节日 叫龙晒袍的日子 就是龙要到这一天来晒您 所以说民间我们家乡的人 都会在这一天 天晴的话 把所有的被子衣服 都拿出来晒一晒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